银行的基础利率是5.5 大家在讨论这个什么时候要卖美元 好 回来这会儿让基大使简短讲一下 这个有点尴尬对不对 一个是NASA授权美国机构申请 要跟中国大陆申请 嫦娥5号带回来的月壤的月球的样本 那中国目前已经批准了 好不容易从月球上带回来 你知道下面的大陆网友乍翻了 都觉得为什么要给 大家都这样觉得 那取回来的月球样本被认为是 当前人类取得最年轻的月壤 辛辛苦苦带回来 美国去申请大陆就批准了 当然有些人阴谋论 就说可以给他给他假的啦 他应该不至于 就下面很多网友对于这题反应非常强烈 还有一个非常尴尬的 你记不记得 这个美国国家航天局跟波音公司 经过好几周的故障 不是那两个太空人吗 他是这个6月6号到了升空 到了这个国际太空站 本来在这里只要停一周 到此刻为止停留已经超过了50天 还不知道能不能回来 现在很多人在呼唤说 中国要不要派太空船 把他们接回来 两个都挺尴尬的 对 我记得上一次的这个国际媒体 就是说常务5号回来的时候 那个中国大陆外交部的那个记者会 西方媒体就问了中国大陆那个毛宁 说美国如果跟你申请 你要你给不给 当时我记得毛宁他没有拒绝 他说 他说你们难道忘记了美国那个沃尔夫法案吗 对 对 他的回答是这样 所以他没有把话讲死 那沃尔夫法案就是说美国明确说明 就是说任何跟中国大陆的这个航天的活动 基本上都要经过安全查核 所以他不只是说不让你参加这个 尤其这个国际空间站计划 中国大陆是完全被排除 那在有关这些航空的 事实上很多记录 包括中国大陆的科学家到美国天文科学家 去参加一些天文科学的国际研讨会 有的开会开一半说 对不起你必须离开 开会的 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沃尔夫法案 是 他在执行上非常无情的 那就是说美国人在这个上面 涉及国家安全是怎么样 是毫不留情面的 那不过他们的研判你也说也没错 他们别的人不防就专防中国大陆 可是经过了这个二十几年下来 你发觉中国大陆是有这个能力 对所以你现在你也不能说 美国人他的判断是错 所以美国的情报还清楚 他中国大陆迟早赶上他 那这个美国的这个航天计划 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他的持续性不够强 也就是说他不会一个计划 做二十年或三十年 他很可能做到一半他就收了 最近美国在又要做这个所谓的 在这个最快的飞行系 现在有一个计划已经到2.4 要到2.5了 这个马赫的因素 可是呢 他现在要往3.2的马赫的因素去飞 结果他那个3.2最快的飞行系 这个计划是美国自己在70年代 一个飞行计划 可是他那个时候因为出事以后 他就把它停掉 那现在他又回购套来做 那中国大陆不一样 中国大陆事实上这个航天计划 从两旦一新开始 基本上就没有停过 就是五年十年计划 五年十年计划 计划全部都做出来了 非常清楚 比如说中国大陆讲说 我2030前我要登登月 人类登月 然后就一步一步就 这个计划你在2020年就讲出来了 2035年要再跟俄罗斯合作 在月球上这个设置永久性的实验室 这也都是计划讲好的 所以这个整个计划就是说 你的持久性计划 然后呢 你的国家资源的程度 你不必让你的NASA 每天抢上办法去搞钱 那为什么他要批准要给美国呢 我觉得就是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 有一个长远计划的一个国家 跟一个很多都只看的 五年或四年国家 他看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中国大陆基本上 还是在扫除 就美国对中国大陆 这种科技上面的这种围堵障碍 可能从科学家角度上来看 科学是要不断的交流 不断的激荡 然后才能够有一些新的东西 那美国在这个领域 基本上还是很有实力的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考量 我认为是比较从科学发展的 长远角度 说实话给你几块岩石 如果能够 大家能够将来 彼此交流的广 这个交流的道路多一点的话 可能大陆看到是这个价值 不会这么样 有长远眼光的 有高大至上 他不会去计较这些小事情 就是那种什么事情 只看四年 只看三年 或者说只看一年的 那最难搞 但这个要计较一下吧 本来只要在一个礼拜 现在待了五十天 现在每天大队帮他们算 今天回来没有 没有 明天可以回来吗 因为他好像有五具引擎 有两具露气 是啊 到现在他没有解决 他事实上 他是有风险的 所以最好笑的就是什么呢 我认为这个东西 最好笑的就是什么 就是他上去第一个礼拜 他说没有关系 我们下个礼拜就可以回来 第二个礼拜又说 我们下个礼拜要回来 结果呢 最近不敢讲 对 就是大家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因为都以为下个礼拜会回来 然后都没有等到 现在就一直待在那个地方 就回不来 是不是你要再开一个航空器 把他们接回来 我认为那是最后的 不过现在变成就是说 没关系 那个空间站好 上面的食物好 各方面的补给都还够 所以要测试吗 要等到弹尽粮绝吗 弹尽粮绝那一天 他非得采取办法 可能没有弹尽粮绝这一天 就让他们就等于说 就待在那里 可是这个是有一点笑话 因为你要做对比的话 大陆的这个航天计划 以这个天空号的话 基本上 就是说美国人自己讲 他说几乎都是在 毫无瑕疵的状况下进行 一点差错都没有 使命必达 使命必达 完全照表操客 今天几号发射 几点几分发射 就是几点几分发射 对你说像那个落点啊 然后是任务啊 什么时候做什么都有 更何况这个对比太强力了 这个是上去就下不来了 对 所以 不可思议 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这个 现在他的这个航太是一个高风险的 也就是说他们的太空人 真的就是说没有什么绝对是不会发生的 都会发生 所以现在这个地方人卡在那个地方就是全世界的一大笑话了 对 可是问题就变成他的这些中间有太多的问题了 而且波音公司是一个很有问题的公司 对你不要说航天器他的飞机出了多少问题啊 然后这个公司上次在美国参议院啊 这个作证的时候听证会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时候美国的这个民间对波音公司已经失去 可是我听了一个真的那个数字我真的觉得 真的变成就是说 美国这些行这种大公司主管他到底他的任务是什么 也就是说人家问了那个波音公司的CEO说你的年薪是多少 你知道他年薪多少多少 三千七百五十万美元 美元 万了 三千七百五十万美元一年的年薪 对 那个那个询问他就说 那你到底做了什么 是啊 对不对 你的你的作用难道就是不断的 你出问题的状况之下 你把问题掩饰 然后让你有有问题的飞机不断的又活得到四航证吗 然后出了那么多问题 你这个飞机还是不断要美国的政府帮你在外面推销 你的你的你的工作的使命难道是这些吗 这个波音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你说这个什么舱门掉下来 粪管爆炸都还小事 现在搞得这个太空人回不来 现在成为国际的笑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每天是有直播的 大家都在问今天吃了什么 放你一个太空假期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的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